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随着天气转暖 主产区春波全面展开 今年全国上下加大高效新型农机投入 利促粮食 文产体制 东北地区春波面积 占全国春波面积一半左右 眼下东北春波正加快推进 在吉林四平 老庄稼把士们用上了新型免耕播种机 与过去翻地播种大不一样 他们直接在满是街杆的土地上种玉米 波动质量非常好 中央率基本都能达到98%以下 每公顷能征缠10%左右 吉林今年黑土地保护性耕作试点 达2800万亩 新型免耕播种机增加到2.9万台 张文迪他们的500公顷玉米 就全都是免耕播种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28亿元 支持东北黑土地保护性耕作 试点面积扩大到7000万亩 免耕播种机中央补贴额度 由不足30%提高到35% 水稻基插秧是文产高产的关键举措 今年国家在南方地区启动 水稻机械化生产 补短板促全程行动 江西分移重量大户林小华 种了1800亩早稻 高速插秧机大大提高了灾差质量 每亩地可以增加50到100公斤 还有在我们的后期管理上面 那个基插秧也是有很大的优势的 抗导服务减少病存害 今年春波全国将有2200万台套 农机具投入生产 装备性能更趋绿色智能 19万个农机服务组织 7.4万个农机合作社 就近为小农户提供农事服务 今年中央财政安排 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190亿元 比去年增加20亿元 进一步加大粮食生产 机械化薄弱环节的补贴力度 全力以赴确保春耕生产进度和质量 春波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一半以上 最新农情调度显示 今年春波粮食异项面积增加800多万亩 目前春波过四成 进度快于去年同期 总体进展顺利 总体进展顺利